性格上也是有点男孩子那种戏 这跟你的名字也很像啊 就像很男孩子戏这样的 很爷们儿戏 骑马是之前就学的还是 之前也学了一点 但是这个戏拍之前专门去马场 然后专门去练了好久 戏里面有骑马的戏 也就是说在戏里面这些骑马的戏都是真骑 就不是那种假马 不是真的骑马 有会觉得在这样的古装啊 这个策马扬鞭的过程当中有危险的这样的 当然当然 而且恒店的马它是那种比较欺负人 如果你不会骑就会欺负你 哦还有这样的 它能感觉到 这个因为我不会骑马我不知道 恒店的马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对 你是不是要先讨好它一下 比如喂它点吃的什么 给它胡萝卜啊 苹果啊 他喜欢吃这些东西 啊 那么这次在戏里面呢 演的这个角色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